古富森严的乡村别墅外 女孩格丽塔为了躲避姐男友的纠缠 依然离开了美国 来到这里 准备应聘男孩布拉姆斯的保姆 但是格丽塔始终没有想到 她要照顾的孩子竟然是一个陶瓷玩偶男孩 而男孩的父母 一对富有的老夫妇显然认为布拉姆斯就是他们的孩子 让格丽塔的心理充满了忐忑不安 但为了薪水和安宁 她还是选择留下 老夫妇也在交代了格丽塔所有注意事项和制作了时间表后 便神情凝重若有所思的探上了旅途 将格丽塔一人留在了诡异的古堡之中与玩偶相伴 可老夫妇刚走 格丽塔便遗忘了照顾玩偶所需要的注意事项 享受着难得的悠闲时光 直到深夜从梦中醒来 才慌忙去查看布拉姆斯 好在布拉姆斯并没有什么异样 此日一早负责为古堡送杂货的杂货店老板 马尔科姆如约而来 这大概是格丽塔能见到的少数活人之一 两人一边聊天一边整理着厨房 格丽塔还得到了丰厚的薪水 而对于布拉姆斯的疑惑也在马尔科姆这里得到了解答 原来真正的布拉姆斯已经死于一场火灾之中 自那之后老夫妇就用布拉姆斯玩偶 以弥补丧子之痛 这一过便是二十年 格丽塔以为自己知道了真相 便放下了疑惑 开心的准备与马尔科姆去体验城市中的夜生活 不过她忽略了一直在背后 默默着注视着她的文后的眼神 就在她开心的梳洗打扮的时候 裙子和项链都不翼而飞 她自己的头发也被不知名的力量剪短了半寸 这让格丽塔很害怕 在寻找衣服的时候 意外被锁进了阁楼下晕了过去 因此错过了与马尔科姆的约会 直到第二日 格丽塔醒来后发现一切都变得正常了 还找到了一本泛黄的相册 上面是布拉姆斯短暂生命的记录 她慌忙叫来了马尔科姆 而二人的聊天一字不漏地被玩偶悉数听了进去 新的一天再次开始 格丽塔发现布拉姆斯竟然自己坐在了床边上 面色诡异地吻着她 她的身边是张原本格丽塔该遵守的时间表 受惊得格丽塔慌忙逃跑 此时电话铃声作响 格丽塔接起电话 没想到却是布拉姆斯的声音 她要求格丽塔陪伴她玩耍 并指着格丽塔没有遵守时间表 照顾自己 可布拉姆斯并没有打算真正伤害格丽塔 反而将她喜欢的三明治放在了门口 让惊恐的格丽塔心下安稳了不少 自这次事件之后 格丽塔开始按照时间表的指示 认真地照顾布拉姆斯 但格丽塔始终没有想到 原本去旅行的老夫妇 在留下一封信后便双双自杀 格丽塔在照顾布拉姆斯的时候 意外发现了玩偶似乎会自己活动 她找来了马尔科姆 一起来验证自己的猜测 果然如同格丽塔所说 玩偶会自己行动 他们猜测 这大概是封印着男孩灵魂所致 在马尔科姆的陪伴下 格丽塔的心情好了许多 二人的感情也越来越近 当晚 马尔科姆便准备留在古堡中 与格丽塔一夜缠绵 可就在打得火热时 二人的激情被布拉姆斯破坏 马尔科姆也在此时向格丽塔透露了 关于布拉姆斯的另一个传说 原来当年布拉姆斯涉嫌杀害 与自己一起玩耍的小女孩 可就在警察想审讯她的时候 古堡发生了大祸 布拉姆斯死在了火中 这个传闻动摇了格丽塔 一夜过后 阳光依旧撒香古堡 不速之刻 科尔来到了这里 他就是格丽塔一直在躲避的前男友 恐怕此时的科尔 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自己即将面临的恐怖未来 短暂交流后 科尔对于格丽塔的漠视 拒绝和突然的出现的新欢 马尔科姆很是气愤 为了挽回格丽塔 他强行住进了古堡中 但就在深夜 科尔贝斯老鼠和窗上的雪子 彻底热闹 在与格丽塔的争执中 摔碎了玩偶 这下吓坏了格丽塔 可还没有等格丽塔反应过来 一时间古堡墙壁崩塌 在剧烈的震产中 带着面具的布拉姆斯 从墙壁中爬了出来 已经成年且身材健壮的布拉姆斯 随即捡起锋利的磁片 残忍地杀死了科尔 格丽塔在与马尔科姆逃命的过程中 也在古堡中的通道里发现了事实真相 原来布拉姆斯并没有死在火灾中 但被烧毁了脸 爱子心切的老夫妻 为了包庇儿子犯下的杀人罪行 将布拉姆斯安顿在古堡的密室中 而在老夫妇最后留给儿子的信件里 格丽塔发现自己被欺骗了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招聘保姆 夫妻俩要找的不过是个 可以被布拉姆斯随意侵占玩弄 陪伴他余生的女人罢了 此时 马尔科姆被布拉姆斯打倒在地失去了意识 却让原本逃出去的格丽塔冷静了下来 他返回古堡想要救出马尔科姆 好在布拉姆斯的心智并不成熟 只听格丽塔一个人的话 让格丽塔逮到了机会 重伤了布拉姆斯 带着受伤的马尔科姆离开了古堡 布拉姆斯也并没有死去 而是将破碎的玩偶拼凑好 独自一人继续活在古堡之中 而等待他的将是漫长而冰冷的位置